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袁南,来自吉林长春,现在16岁了 你手上拿着什么? 是我小时候画的画想送给在场的嘉宾 几岁画的? 十多岁的时候画的 这个素描是在更小的时候画的 为什么送这些画给他们呢? 因为这个画对我比较有意义 也是我能送出来的最珍贵的礼物 也是我生活的写照吧 我小的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很无聊的时候就会画一些画 一直陪伴着我 这是你一直的回忆是吧? 很奇怪 你怎么会一个人生活呢? 因为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离婚了 我的母亲他从组了家庭 我和我爸一起生活 我爸有精神上的疾病 偶尔也会出现身体上的问题 没人会照顾我 你说的这是几岁的时候? 就是六七岁的时候 自己上下学 上完学就回家 自己在那个空荡荡的屋子里边待着 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就会画画 然后画画也使我感觉到不那么孤独了 那怎么生活呢? 吃什么?穿什么? 生活就是吃穿的话 就是姑妈会给带一些 要是没有的话 就有可能吃不饱穿不暖那种的状态 那洗衣服之类的 洗衣服 如果自己也就是那时候小也洗不动 好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不会换的 那你会感觉到 小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公平吗?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吗? 然后呢你一直以来 自己一个人上学 自己一个人放学 或多或少会感觉有一些吧 因为每当放学的时候 别的家长都来接孩子 我就是等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人来接 自己站在那里就一直等 等到很晚很晚 学校几乎都没人了 我也没人来接我 有的时候 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会问了我 为什么没人来接我呢? 当时就是也不会回答他 会受到同学们的一些 一样的眼光 他有说一些 自己就说我会 没有家长管 没有人照顾 那你心里怨恨自己父母吗? 我也不知道 就是父母也没有 怎么陪伴我 就是没有对他们 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我也不了解我母亲人的一切 而且母亲也重新组织了家庭 我也不想打扰他 只是感觉没有得到母爱 挺遗憾的 我现在不遗憾了 因为现在有个 还爱还爱我的妈妈 我现在也不想打扰他 我是在为人的一切 也不想打扰他 我现在就没人了 我现在就会打扰他 我现在不想打扰他 感谢观看